各位網友早晨 歡迎又到我們《網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的5月26號 首先這裡有我們台灣地區的許留山 早晨 有我們大馬Sir馬來近 各位網友早晨 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贊和分享 還沒有訂閱的就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們的二台正香部和三台沙冷氣那裏點贊、分享和訂閱 齊抗疫並經濟反攬炒 這些訊息全揚出去 好了 這一節就是講講一個來會攬炒的罪魁禍首小郭子 今天又在這裡抽水了 什麼事呢? 昨天應該這樣說 昨天就是什麼事呢? 就是事源大家很記得 昨天有一張黑暴的 那時候有一張照片是很震撼的 就是有一個律師建議用 結果就是陳子千 前日 前日應該說前日 因為我這裡隔了幾天 陳子千就和黑暴對抗很夠膽 結果就被人大群人撕了 整件衣服都扯爛了 打到走身血 那些人就說 據說就好就好就沒什麼重傷還行到 但是好像那些肋骨那些應該都是烈烈的 據說 那好了 那同行出 同行遇襲 就是這個律師會會長 都出聲在罵那些黑暴 就是說 你們這些根本就不是公民抗命 不是犯法和傷害他人而莫得的這樣說 那些人經常說自己是公民抗命 其實不是因為是暴動 很明顯 那同行遇襲有些人就要走出來抽水了 當是文宣 就是這個 賤也不賤 就是小郭子 小郭子竟然敢死 我對這個同行陳子千遇襲就慰問 不過我對於律師會立刻發出聲明顯就很震驚 過去一年很多律師被警方公然侮辱 暴力對待 律師會反而視而不見 那你這樣做就雙重標準 嘩 我對於他這樣說 我都覺得很震驚 就是你對於一個 就算他不是這個叫做同行 或者是不是自己律師界的人都好 你基本上你有同情心 有七隱之心的話 你見到一個人 一個普通的香港市民 你所謂的香港人 大家一起去香港人 被人這樣叫做襲擊 因為政見不同 要這樣襲擊的話 你竟然還可以包庇這些人 為什麼律師會要趕快出聲明顯責這些暴力分子這些暴徒 他覺得很震驚 那你覺得這些人做得對嗎 他覺得警察罵我們律師是嚴重過一個律師被人打的 我想問有哪一個律師是被暴力對待的 他可以說出來嗎 是吧 公然侮辱啊 公然侮辱一些警方去侮辱一些律師 我覺得在哪裏呢 你可不可以說出來呢 是不是 警方可能說了些什麼 你說出來 警方公然侮辱你們律師 我覺得你們不開炮 又中籌 又打官司啦 是吧 當然啦 動一點 打官司中籌 誹謗 我記得許智峯就是這樣做 是吧 這樣就籌到330萬了 吳凱宜呢 吳凱宜呢 612基金一單好像900萬 他是不是覺得警方拘捕了Margaret 是一種侮辱啊 是吧 有沒有暴力對待到吳凱宜呢 請問 頭髮都沒有小條啊 姐姐 是呀 現在還可以出來走幾幾 是呀 有沒有暴力對待吳凱宜呢 當然是沒有啦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蘋果日報幾天頭版來轟你啦 是呀 哦 他一夜白發還不是警方 是吧 暴力對待 精神入外 你都癡癡的 我覺得這個人沒有同情心 還是沒有人性的 這個陳紫遷律師呢 其實呢 到了我們看到稿的時候 原來還在劇院留意著的 對於一個律師或者你的同行 或者一個出於正義感的人呢 被那幫暴徒打到頭破血流還要留院 留意的 你竟然不會譴責那幫暴徒 是不是 我不知道這些叫什麼標準 狼棍標準 我真的不懂得看 簡直是 簡直是雙標之冠 最重要就是 這位陳律師被打完之後呢 我想順帶一提 在Facebook那裡已經有人留存 黃映 黑暴文書想怎樣 我們要抹黑他是紅映 紅色的 紅律師 紅色的律師 總之就說他是親中的 親中就可以打的了 親中就怎樣 親中就可以打的了 我們看到那個人大聲說我是中國人 講完之後想進去給那個鬼佬關門 讓他進去讓他打三拳 是沒有分別的 你是可以抗議但不明不代表你可以用暴力 是啊 那他跟中國有關的就 就打 就要打 這樣講 是不是 十三億人全部你都要一一剷除 這幫瘋子 在他們某些人的心目中是要的 就是要區隔的嘛 他們說要 是啊 你區隔還區隔 但是你並不代表你可以這樣做 是啊 不如我們再講一下律師會會長 他怎麼說呢 其實都講回 陳子千在下午 星期天那天 三點的時候 就在補糧局位置 就被一群手持武器的黑衣人 就圍打 導致身體嚴重受傷 律師會感到非常痛心和憤怒 所以作出一個強烈的譴責 律政司司長都說 對這件事都感到很震驚和心痛 表示絕對不認同任何的暴力 以違法的行為打到任何目的 在法律上是絕對不容許的 那郭榮鏗呢 那這些人呢 他們的牌 律師牌是怎樣拿回來的呢 請問 那他可以隱藏自己的想法 我相信 他現在都有水必抽的了 已經變成是 吐傑說小龍DNA 我相信這個 這個人就是撞棍DNA 有水就抽的了 那 除了抽這單水之外 他現在抽另一單水 是什麼一回事呢 有個區域法官郭偉健 他說連農場那件斬人案的時候 他就說 將那個人判了刑 將那個商人那個被告判了刑 那他說那個判詞 就可能多口說多了一句 結果就被馬道立 首席法官馬道立就發表聲明 就說 那法官和司法人員呢 就絕對不可以偏頗 也都必須盡量避免在社會中 具爭議 或者可能訴諸法院的議題 非必要地在公開場合和判字中發表任何意見 意思就是說 你說多了下次不要 有時候人有情感 你將自己的情感擺放 你這樣說有點不專業的意思 下次小心 就這樣說 人有情感 老實說 我看到那個人 我們說過 那個人斬人其實是 都是很悲傷那件事 因為他是一個勤狠工作的普通人 被你那幫黑暴搞到我沒有公開 分分鐘 居住那裡沒有錢交租 要睡街了 睡街邊緣 你看到那幫人還在阻礙我 喝醉酒 一時露從心起犯下大錯 是不是 現在 所以那個裁判官 是同情他講了一句說他人格高尚 因為好像說他是潛逃了再回來 是不是 他潛逃了再回來自首 如果跟那幫黑暴比較 你們潛逃了去台灣的 聽聞都回來了都沒有自首 是啊 甚至有些是在台灣欺凌自己的女手足 基本上是 性侵 性侵 當然我知道這個是個別例子 但是相對比起這個人肯承擔的人 是高下立判 但是郭榮鏗又跑出來抽水 他說 馬道立就法官發表政見一事 發出聲明是很罕見 也都是反映事實是很嚴重 我非常同意馬道立的聲明 相信馬道立聲明是因為法院中立持平的形象 但是受影響 但是受影響 發聲明還要重提司法界的常識 這個司法人如法官必須謹言慎行 判詞上面加入個人政治看法 就不適合了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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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這裡抽國官水 他說政治的看法 這個我就不太認同 他沒有說過那個人的 叫做政治 因為政治立場而做這件事 還是怎樣 他沒有說下去 我把兩件事混合了 郭榮鏗不要亂抽 是啊 所以我說他是藏軍DNA 一驚訝到 越有得抽 政治立場抽 嘖嘖 即是所有的 不是藏軍而是精軍 對不起 精軍DNA 應該這樣說 精、藏軍 他是兩個 是啊 最惡劣那兩件事 一看到有漏洞 有得抽 即抽 說這些話 根本 國官說的不是這樣 國官就是說 他人格高尚,是因为他潜逃了肯回来自首 他可以不回来自首的,是不是? 他肯承担责任 而且对方的确是值得同情 一个勤劲工作的人被人逼得走投无路 还见这帮事主 站在那个连龙场,有讲有笑叫我签名 火都起来,是不是? 大家想想,如果你们是很不幸失业的 见到那帮人在那里,你真是不火起 当然啦,就算怎样都好,怎样生气都好 都不要使用暴力互相去打斗 所以他就要承受自己的社会责任 郭冠同情,他说了两句话 结果就被你郭榮鏗抽 真是狀狗DNA就出来了 政治立场,这个不是政治立场 是个人表同情 就是这样啦 那他说完之后呢 他现在这么开心 但是今天呢 就是 大家今天10点呢 他就有报应了 时辰就到了 什么事呢? 就是说 一名市民将由前任裁判官 兼任大律师王雨明 和大律师陈伟文 和律师陈永良为代表 向沙田裁判法院裁判官提出 私人刑事检控 各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哦,这样,哇,有没有中筹? 当然没有啦 正经人 怎会是正撞军呢? 真是人格高尚 这就叫 真是人格高尚 簡直是人性的光辉 希望有些市民去旁听一下 姚旗立喊 看看小国子在这个 有没有机会上这个犯人栏 我都很希望见到这一天 那应该就未住的 这个就 我们不要开心得太早 那法庭呢 都要收取回这些市民 私人提告的 就是私人检控的文件 或者都要审视一下 有没有表面证供呢 是不是足够呢? 然后呢 都要邀请双方的代表大壮 就出庭展开层次 但是呢 到过去 郭榮鏗呢 会不会又成为他的子弹呢? 打压还是怎样呢? 又起下人家底 又怎样呢? 会不会呢?嘉振生 我觉得第一件事会中筹 无据打压 只得中筹 有中筹我就会无据 大家筹不够 我就很害怕 我要集气 他们的名词叫集气 复务金 中筹 他一定卖了小强 看下 那个中筹计划 小额中筹 不过就250万 我们不如这样吧 帮他报数吧 截止到我现在按的这一刻 喂 不行啊 啞火啊 这叫做 多少啊? 38万就可以了 哎呀 他们的目标真是很遥远啊 是啊 是不是我们望向的功劳呢? 哇 你这么快去帮自己 嘉振想说 是 我说笑而已 说笑而已 说笑而已 当然希望是 不过怎么也好 證明现在这个社会的大家 都已经看穿这班人 眼睛雪亮 眼睛雪亮 香港人都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欺骗的 尤其是你们这班肚满脏肥 在半山吃牛扒 说乱世 坐牢 人生更精彩 暴力就能解决问题 又不可以解决你这班人 还有呢 我收到一些 视频 或者是有些傲友 告诉我 為什麼他這麼憤怒 他本來也不是對於公民黨那麼生氣 原來有一位網友他發給我的 他就說原來他聽了 之前也沒怎麼接觸網友的 原來他見到我們有一節就說譚文浩做雞蛋仔 他說為什麼他喜歡我們聽我們網友 他說譚文浩覺得做雞蛋仔 他覺得這些很好玩嗎 原來他覺得是普通市民 真的靠這些去賺錢 你覺得好像很好玩還是怎樣 以為來玩一下還是做小事 你覺得很好玩的東西其實是 我賣得多一個雞蛋仔我才有飯吃 這不是用來給你玩 你們覺得這些好像很好玩 或者用來籌款、宣傳、黃店 他們覺得相當生氣 他們覺得我們講中了他們的想法 這裡我們可以認一下 最重要就是為大家點一口氣 出一些氣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把我們的聲音傳出去 也得到大家認同 這個是最重要的 是的 我們都希望籌250萬這個就不太行 最好 國子獻籌都不太行 國子 不知道這次行不行 可能沒多久他會賣小強的 這單公司一開了 大家記住我們小額籌款 還有我小人士的帳 即是他們已經做了太多這些事 我估計到中籌 基本上 喂 經濟環境 哪個有空中籌給你 你們每個都做律師的 有很多水 是的 因為我有時看到楊岳喬 他自己擺出來的那個 叫做 youtube youtube facebook的直播 我看到後面那些LEGO 我那條氣都很不相信 哇 我心想 你的舊東西 我都見過了 三千多人港幣 我都不捨得買 因為有多舊 有些都很貴 後面的LEGO夾起來 我想已經過萬了 就是你眼看到的一部分 我心想 你跟我說這些 就是 他個人喜好是可以的 但你給我那種感覺 你很超離地 就是你做了這些事情 然後 說自己要錢 那樣那樣 我不會給你 是啊 就算我和你同路人都是這樣說 是不是 就是你給人感覺太富有 就是這個原因 對 對啊 就是這幫人根本是離地的 一些對於小市民 多痛苦 他們是 他們是沒有心的 我可以這樣說 那 都是希望他 快點 快點 這宗案 就有多些消息 因為現在不過是 開段 時辰 開始到了 大家 帶到一些消息 大家 我們都希望我們可以集氣 集氣 他們那個 檢控 郭榮鏗 就可以成事 這裡 這次 先到一段時間 多謝大家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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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